你 没放下 你曾遇见谁的 Zither Har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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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虎药大人 我们没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没发生什么吧 没什么 那就好 你看起来很失落 没有啊 虎药大人 你生事如何了 伤得挺严重的 要不 让我喝点你的血补偿一下如何 不行 诺贝也得保存有用之需来伺候大人 好啊 那我就给你一个说服我的机会 大人 您的目光还是得放长远一点 奴婢这种繁复索女 怎么能入您的发言呢 更何况 奴婢已经有欣赏人了 叔叔 他是谁 他 他是 他首先得是一个人 特别特别普通那种人 普通的眼睛 普通的鼻子 普通的嘴 嘴巴上还有颗痣 普通的你当人群里根本就认不出来 你会到现在都不记得他的样子呢 表演说 你会到你 多认为了 你会到顾客的旅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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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知这是何物 奴婢怎么会知道这是什么 你天天打扫寝宫 宫内何时多出一块腰牌 你会不知 挪贝真的不知道 大人 挪贝太疼了肚子 真的带去个盲法 是不是那个奸负的 大人不要胡说 哪有什么奸负 还说没有 今日故意拖着 肯定是有奸负藏匿进宫 这不就是块 普通的入宫腰牌吗 也不知道是哪个人丢在这儿的 不愧是当人请问进贼了吧 我得去看看我家当还在不在 秦川 你猜问他怎么样了 还差一点 你是不是喜欢他 啊 啊 不过臣别的 不不也不 不过臣不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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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